健康资讯众说分约什么才对 不妨聆听梁依的观点 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依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依 我是主持人梁依健康网的编辑陈婉欣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哲豪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讨论的是 这个季节的皮肤的变化 很多人常常会流汗就觉得红肿痒 或者是冬天的时候觉得皮肤干燥 也会红肿痒 到底为什么常常红肿痒 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台湾皮肤科医学会副秘书长 同时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 皮肤部组织医师李正元医师 欢迎 欢迎 婉欣哲好 各位健康问梁依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台北荣总皮肤部的李正元医师 大家听到这个湿疹 其实某个程度 湿疹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 所以其实异味性皮肤炎 也可以是一种湿疹 其实皮肤发炎就是湿疹 对那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变到这个 我们会诊断是一个异味性皮肤炎呢 通常他有一些诊断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慢性反复性的皮肤炎 另外一个话就是第二个是搔痒 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分布 那典型的分布的话通常包括就是小小孩 就是很小的婴幼儿的话通常是在伸侧 就是手背啊就是比较伸手伸出来的地方 然后不是皱褶的地方 不是像米其林宝宝里面 就是伸侧的话通常就是手臂上面啦 那等到慢慢长大一点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一些吸窝肘窝 就是一些比较会流汗的地方或成人 就是在嘎吱窝腋腋下 就是皱褶的地方会比较厉害 所以就是典型的分布位置 然后而且就是一个慢性反复性的皮肤炎 通常会很久 最后一个话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个异味性的体质 就包括我们的过敏性敌炎啊 气喘啊异味性皮肤炎这三个 家人或是本人有这个病史 所以其实这四个条件的话 我们都会综合的判断 所以有时候妈妈带来的时候 第一次来看可能我就会说 这可能是湿疹 但是依照他的分布的样子 还有他的家族 比如说他鼻子也过敏啊等等的 我们就会说可能未来有机会 所以我们可能会是 会说他是一个异味性皮肤炎 可是只有看一次还没有达到 我们的慢性反复性的皮肤炎 对好那所以说先澄清一下 我们异味性皮肤炎的这个诊断的方式 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也天气越来越热了 就是夏天 那有时候我们会所谓的有 所谓的夏季的湿疹 就是汗疹 然后还有所谓的湿疹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湿疹就是简单说 有点像垃圾桶 就各种皮肤花炎 都可以说是湿疹 所以你去看皮肤科诊所 有时候你觉得我皮肤好痒 去看然后问医生到底是什么病 他就跟你说湿疹 很常会听到这个答案 那因为就是他包罗万象 比如说你有时候吃东西过敏 或者接触东西过敏 比如说涂了一个药膏过敏 那可能就可以湿疹 那湿疹有分成急性跟慢性的形态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 左边的照片就是一个 比较慢性湿疹的形态 对他通常皮肤的屑屑会比较多 然后中间的皮肤的纹理会比较明显 那有些病人会骚抓 那就有点像我们的慢性湿疹的形态 那我们急性湿疹的形态 是有时候会影响流汤流水 就比如说你涂到一个药膏过敏的感觉 就比较会流汤流水 起水泡 那或是酸痛药膏过敏 贴布过敏 那就是急性湿疹 那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形态 夏天的形态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夏季湿疹 或者所谓的汗疹 那其实通常就是 夏天的时候也会流汗流太多 那个汗管堵塞 那汗管堵塞所谓形成我们的所谓的肺子 那肺子有所谓的一般的那种透亮透亮的肺子 那也有所谓的比较红色的肺子 就是有点像毛孔堵塞的很厉害 同时合并发炎 这种有时候我们就叫做 夏季的一些汗疹 那通常好发在一些小朋友 青少年 有时候他这个 有时候去运动 然后他没有把汗擦的很干净 或是流汗流太多 闷热潮 或是有些当兵 没办法洗澡 没办法擦汗 这时候就是毛孔会堵塞汗管会堵塞 就会形成所谓的红色的一个汗疹 那有些人就会用那个肺子粉 撒在上面 对或是有时候可以用一些止汗剂 顺便跟大家味教一下湿疹 有时候骚痒的时候 皮肤痒大了怎么办 因为现在天气很热 有时候如果你是有一些外来的物质 比如说像流汗 有时候就会容易沾到一些粉尘脏东西 通常会建议病人 可以就是可以去冲冲水 或是拿个毛巾把这个汗把它擦干 就是让这个我们皮肤比较回到它本来的样子 避免额外的接触 那如果真的很痒的话 我们也可以冰敷 尽量不要稍抓 那我想多问一个 就是现在不是市面上会不会那种凉凉的 超激凉 那种擦身体的 那就是刚好超激凉这个东西 刚好前世有病人问我 我特别去那个卖场看了一下 其实那个超激凉的这个纸巾 其实有时候主要的成分 它里面都会因为它想要凉凉的 所以都会加一点酒精在成分里面 另外一会会加一点薄荷的成分 其实这两个成分 如果低浓度的话是对皮肤是还好 但是有少数的病人 其实如果你皮肤本来就已经湿疹 又有点肝痒的时候 你这样看酒精其实对皮肤也是蛮刺激 那我们的这个薄荷的部分 也是对皮肤有一定的刺激度 所以如果真的要用的话 一个就是大家要小心 就是这两个成分的刺激度 所以如果你皮肤都真的已经很痒了 还是建议来看医生 我通常可能甚至会建议 如果你皮肤正在发炎的话 其实也不要用这些刺激性的产品 另外一个话 其实这些纸巾里面 它到底有没有添加一些防腐剂的成分 这也是要小心的 搞不好皮肤就在过敏了 你又在涂上这些东西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刺激 不过刚刚李医师有特别提到说 每个季节都有一定它的过敏源 然后我们刚刚也一直在提说过敏过敏 所以现在有一个检测叫做过敏源检测 就会有很多的家长甚至是成年人 就会想要去做这个过敏源检测 号称可以抓出过敏源 那你就不会有皮肤相关的过敏疾病 或者是其他的 你怎么看这个过敏源检测 其实我个人觉得 异味性皮肤病友刚刚提过 它的成因蛮复杂的 就不是那么单纯一个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其实蛮多病友或是病人 他们就会想说 我可不可以帮我检测过敏源 我只要抓出过敏源我就没事了 通常我们环境中的过敏源 大概有几千几百种 那我们其实可以真的检测出 可以有商业的这个 可以直接检测的这个试剂的话 其实只有几种而已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病人花了一个钱 其实我会建议病人 不用刻意的一直去到处检测过敏源 反而会有点花冤往前 就是我们异味性皮肤病友 它的原因不是这么单纯 就是不是说一样过敏 然后把它拿掉就没事了 刚刚讲过它有很多是保养层面的 然后还有细菌增长的 所以有时候防不胜防 就有点像我们的免疫系统 被活化了以后 它其实会对很多东西都会过敏 所以不是只有一种 不是说拿掉就没有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太单纯化 我们的异味性皮肤炎 所以刚刚我们讲完这个过敏源检测 那婉欣你自己有去做过敏源检测吗 虽然说刚刚李一世有说 这不完全代表 但是你好像很严重对不对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我做过过敏源检测 你有做过 我真的有做过 就是有说不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不能碰狗 猫猫猫 然后不能吃芒果 凤梨什么东西 对不起你好像有说 你自己有养狗跟猫 我自己也有养狗跟猫 所以好像其实也跟那些没有关系 对啊 然后我自己 异味性皮肤炎很严重的状况 就是我会抓到出血啊 流汤啊那些我都有 而且我主要是在背上 那很麻烦 对所以我睡觉的时候 其实没办法平躺 你会觉得很痒 痒到没办法睡 我就会一直抓一直抓 一直抓一直抓 但就是刚好啦 就是我有吃到 我觉得适合自己的药 那其实我觉得应该 对有异味性皮肤炎的人来说 治疗其实真的很重要 就像对我一样 这些治疗啊 那医生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他们会做什么治疗这样 还是说现在有什么新的治疗方式 对啊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吃什么 口服标靶小分子药物 对我来说真的很有效 那我们婉欣非常的厉害 他就是我们的一个 医卫性皮肤炎很十足的病友 他的经验非常多 是的 那甚至还用过我们这个 口服小分子的标靶药物 那我们一般医卫性皮肤炎的治疗 我们通常一开始比较轻微的话 我们可以先考虑 先吃一些口服的抗主治安 就是所谓的治疗药物 那另外一话就是局部涂药膏 那药膏的话 我们有分所谓的类固醇药膏 那还有非类固醇的一些 免疫抑制剂哦 比如说像家长有时候 会不想擦类固醇嘛 所以现在都有一些 非类固醇的免疫调节药物啦 好那这都是局部用药 那如果局部用药完了以后 还是觉得这个骚氧的程度 还是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常常还是发作的话 我们就可以考虑 使用这个口服的免疫抑制剂哦 那大家听到免疫抑制剂 都会有点害怕哦 它其实就是一体两面 就是我们要抑制我们这个过敏系统 免疫系统太活化 我们要把它抑制 可是如果抑制的过头 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副作用 就是传统的药物哦 比如说像伤肝啊 有些药物会伤肝啊 那有些抑制的免疫系统 就会怕就是感染等等的哦 那还好就是这几年的话呢 除了这个传统的免疫抑制剂以外呢 这几年有所谓的生物质剂 然后还有所谓的口服标靶药物 就有所谓的JAK的抑制剂哦 那这两个药物呢 其实大大的改变了我们这个异味性皮肤炎的治疗 异味性皮肤炎其实在网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偏方 就比如说什么 我有查到说用茶叶洗澡 然后是什么湿肤 那它到底有没有用 那我们目前异味性皮肤炎比较有证据的 以前的话有时候会教大家这个泡漂白水 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 漂白水 很刺激耶 对可是漂白水你的浓度要适度啦 以前的话通常是会有点像是 我们刚刚讲过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 表皮的细菌会不太健康 所以它泡漂白水的原理 有点像是把这个细菌洗一轮 消毒杀菌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但只是浓度一定要泡对 大家可以网路上再查一下 这个在几年前曾经蛮流行 甚至于在我们医学的一些论文 都有说它有效 只是说这几年有比较多的试验 跑出来说 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浓度没有泡对 什么之类 所以它的证据没有那么强 所以现在我们比较不会讲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证据的 会是讲湿肤啦 湿肤疗法其实是有证据的 其实它的原理有点像是 就是多补充皮肤的水分跟保湿 用什么湿肤 它通常会用这个生理石鹰水 或是一些湿的 就是用水 它有点像一些 它会先用布料 然后沾水 然后沾生理生水 然后包上去 然后隔一阵子再涂乳液 先衣服 然后再乳液 然后再一层这个塑形衣 然后最后再敷上去这样 所以其实有点复杂的 层层堆定 对对对 就是增加它的保湿啦 不想错过精彩内容吗 欢迎订阅梁医健康 网YouTube频道 他可以搜寻健康问梁医 期待您我在空中相会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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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 拜拜 블� permanente